迎接新年美国蒙洛维亚大幼儿园和小学举办活动 大小朋友相聚拜早年感受华人传统的过节气氛 至于在马来西亚新山慈祭幼儿园的小朋友 自己动手做菜围炉团聚 迎接农历春节新山慈祭幼儿园一如往年的围炉活动 都是由六岁班的小朋友亲手料理 今年也不例外 同中就是小手做洗菜的动作 然后互相帮忙跟小朋友之间 就是一边说话一边做东西 看得很快乐这样 这个是我们华人的传统 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过年 将近过年 老师就先跟他们解释 就是用亲身的 他们自己做切菜 煮菜 围炉 这样子就老师会跟他们解释说 围炉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在美国 蒙洛维亚大爱 幼儿园和小学隐心春 小朋友贺新年 穿新衣 戴新帽 利用回收餐盘制作五十头 虽然谈不上专业但创意十足 而沉甸甸的竹筒 是孩子的新年新希望 很多社会在那里 有很多优务员 从心里 有很多爱情 不只是人物 但就是世界 我感谢学习我们的孩子 我爱学习这些学习 他们教习 其他学习在其他学习的东西 分送喜堂和祝福 福慧红包更令人感受到 浓厚的年味气息 让大小朋友带着福气 迎接新年到来 大爱新闻综合报导